三十年的老屋改裝後 煥然一新 展現時尚簡約的風格 這就是今天的幸福魔法師 趙佳安設計師 今天這一段幸福魔法師 千雲帶各位看的家 應該是很多觀眾朋友的想法 就是你通常會想要買兩戶 把它打通之後 這樣的空間才夠全家人使用 不過趙設計師 以往我知道的兩戶打通 都是一直樓梯上去左右兩邊 不過今天的很特別 今天的兩戶打通 應該算是A洞的左戶 跟B洞的右戶 把它們打通 是 OK 所以這樣子還滿顛覆 我一般對兩戶打通的觀念 對 我們先來聊一下好了 當初這個房子 交往你手上的時候 你有什麼想法 像你一般觀眾 如果遇到這種 兩戶要打通的話 往往都會先把這個分戶牆 先把它全部拆掉之後 才開始做規劃 所以在我接到這個案子之前 我現在已經做了一個初步的規劃 就是分戶牆 它其實它不是說 像觀眾所認為的說 可以直接打掉之後再做規劃 在打掉之前 都必須先請一些專業人士 像結構技師 他們來鑑定過之後 再來開始做規劃 也就是說結構牆的時候 本身它還是有承載重量的考量 對不對 對 好 那你可以告訴大家 今天的兩戶打通 你打掉了多少的牆面嗎 像在我做初步規劃的時候 我就已經想好我差不多 它的位置會在哪裡 然後所要開的它都大小 所以我這邊的話 我只開了差不多一個門的大小 這打掉一個門大小 左右的隔間牆 這個很超乎想像 OK 所以這樣子 就讓兩戶打通 是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好了 這個房子大概多大年紀了 這個是兩戶 平均約30年的一個舊式公寓 舊式公寓 對 那原來的屋礦呢 它原來的屋礦的話 裡面就是 隔了差不多三個房間 一邊多大 一戶有多大坪數 一戶的話 差不多在30坪左右 然後還要隔三個房間 對 所以你當初會這樣設計房子 你最初的想法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可以幫屋主 減掉一些不必要的經費 比方說 就是我拆除的面積減少的話 其實就是可以幫 打牆的費用 對 沒錯 OK 好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 幫屋主在分戶牆上的結構上 增加一些安全性 對 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 讓公私領域比較分明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在你敲掉這一扇門大小隔間牆的 其中一邊算是公領域 對 那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就是私領域 OK 所以也很棒啊 因為屋主如果很好客的話 也其實可以抱有自己的隱私 是 沒錯 好 那在這個房子 因為真的很難想像 它是30年的舊公寓 可是我進來呢 我既然覺得它有那種豪宅的氣勢 我想問一下 屋主喜好的這個風格是什麼 在一開始跟屋主溝通的時候 就從屋主在那邊得失 它是比較喜歡 現代比較時尚一點的感覺 所以在一開始我規劃的話 我的顏色上面 我主要就是用了一些 黑白灰的基調色 來呈現它所要的這個時尚跟 大氣 對 沒錯 OK 黑白灰 但是我覺得你在這個 我不知道你動了什麼手腳 可是這個空間讓我覺得 不會那麼冷 對 你像客廳的部分的話 像客廳背牆 我就是採用比較軟色系的一些壁紙 然後它再加上一些間接的燈光 然後一些比較深色的木皮 讓空間不會說那麼冷掉 然後比較柔和一點 OK 好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一起睜大眼睛來進入 今天這個非常特別 30年老公寓的 兩戶打成一戶的 時尚豪宅之旅